哎大哥老哎美女坐车啊哎呀坐车啊哎呀去哪里啊去猪狼村多少钱猪狼村啊哎呀啊 你单身吗哎呀我要是有男朋友啊我还用来你这里找摩的座啊真的是说这种话真的哦没有男朋友啊没有要不这样吧哎呀你做我女朋友我免费拉你去猪狼村 我不用你免费我有钱多少钱你跟我说嘿嘿嘿真的是不过要一百块了哦一百就一百啊打我到那里就行了不差你钱拿着哎呀要不做我女朋友免费啊是不是我不用免费我知道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拿着钱先给了先了哎大方先给你打我到目的地就得了啊哈哈好那上车这个头盔要带一下啊哎呀 就近一点点啊你也知道安全第一哦那肯定要啊我最近拉个三十几年了是不是可以了可以了哎就好了吗就好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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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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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办呢真的是 车没问题 美女醒一下 醒一下 走了 算了 应该没事 哎呀什么啦 美女 美女 起来起来 什么呀 睡倒了 怎么冒那么多星星啊 怎么 你走路睡倒了 这个你敢救啊 不是啊 你敢救啊 哎呦 我什么不敢救 有被你睡倒了 然后你不救 哎呦 等一下额上你哦 你你开车有什么样的啊 哦我不管你 没开车啊 那你戴帽 那车呢 这里是哪里啊 这有路上啊 哎呦刚刚 我坐那个摩托车啊 哎呦那个帅哥 是不是把我丢下车了 他不打我啊 半路我给钱他了 现在有什么样 头晕了 我的脚好像崴到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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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两摩托车 刚我沙坡就看见了摩托 过去 起来一下 能起来吗 应该可以 哎呦这个脚哎呦 哎呦这个脚 妈妈妈妈妈 磕到了 哎呦我的包 哎呦 真的是倒霉啊今天 你你你 哎呦我还可以站着哎呦 站住啊 哎呦 你你穿着扶一 你小心一下啊 放手可以站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哦 好痛啊好痛啊 哎呦 这么倒霉啊 小心小心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哎呦 坐这个车啊 坐一个车 哎呦我拿你去 先到我家先 哎呦可以了 哎呦可以了可以了 哎呦 你扶扶去这里 真是倒了八分大霉了 哎呦哎呦 哎呦 炸死我了真的是 哎呦哎呦 跑来我女朋友家躲一下先 小燕 小燕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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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那么慌张 刚才路上出了点小问题 啥问题 进去说吧 真的是炸死我了 哎呦那么慌 走走走走 把妈关紧了 哎呦说来跨长啊 真的是 哎呦 哎呦 刚才真的是炸死我了 我刚才拉个客人啊 都搬路那里 我刹车失灵了 哇 结果摔倒了 还还好我人没什么事 那个车 啊踩了一下 踩踩想 那个人啊 摔在路边那里 晕倒了 哇好在你跑得快 要不然 你就麻烦大了 是啊 我看市面都没有人 所以说我 没人看到就好哎呦 我赶紧就走了 哎呀真的是 我怕他找到我 所以说我就来你家躲一下 那好像你聪明 跑得快 哎呦哎呦 扶上个车 先稳住稳住啊 我稳住 我到我家 我有个图要求 帮你拆一下个脚就没事了 哎呦 要不是遇到你个好心的老人家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在那里晕倒都没人理我啊 哎呦 垂劲都会的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 哎呦 扶上墙壁啊 慢一点慢一点 我爸 这个是谁啊 你是谁啊 是我爸啊 你在我家啊 这个是我女孩 你女孩 你痛了我都没直接同你街角 好痛啊 没事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哎呀哎呀好像好凉快啊 没事我是雨泡的 好像好一点点啊 你坐一下啊 哎呦你是他女儿啊 哦我刚刚晕倒在路边 你老爸 他扶我起来 他看见我在那里不省人事 他说扶我 哎呀看你再休息一下 你还说那都杀死我了 我没事就好那你回家吧快点 哎呀我现在有点痛回不了啊 快点回家吧快点快点回家 小燕啊 后面是谁 谁啊 后面的人 怎么那么眼熟啊 我给我眼熟你快点回家 不管你是 哎呀你回家咧 哎呦老人家 你坐下来 老人家老人家 是谁 哎呦你别以为你戴头盔戴墨镜 我认不出来你 你你你你你你验错啦 验错人啦 老人家我跟你说 刚刚我坐摩托车就是坐到他的摩托车啊 是你了 是谁啊 你开错人了 打克老啊 打克老啊 我刚刚在那边 我想回去那个朱朗尊叫他搭一下我 他要了我一百块钱 还叫我做他女朋友 半路还让我摔跤就是刚刚我晕倒在那里哦 他就跑路了 他要你做他女朋友啊 你这回事 难怪 背影我也有点熟悉 刚你在哪里走 有个摩托车到你旁边过 你听 他还叫人啦 他还叫你你做他女朋友 对啊他叫我做他女朋友 大飞你怎么这样啊 你又说只爱我一个人 怎么能相信他啊 真是 我没有说过 你这种人见死得救 你看 你还在这里 这不是他头盔吗 你经常坐他的车 你不懂吗 你还说做他女朋友 怎么回事 你又说只爱我 你走走走的人 走吧 哎呀 骗我女孩 哎呀 哎呀真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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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爱我一个人走 气死了气死了 哎呦 女孩啊 嗯 交男朋友 你都 不张开眼睛看清楚的 这种男人还可以交 但是说喜欢我啊 我怎么知道他是这种人 喜欢喜欢 那一个小妹妹 随倒都不救了 哎呦 这种人真是 哎呦 老人家 哎呦 我现在很难过啊 我身上没带那么现金 这个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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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拆药酒的 不用不用不用 酒一间 酒一间都帮忙的 不用 举手住老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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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那么科技小意思啊 这是 不是科技 哎呀 我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拆散了 没事没事 哎 怎么是这种人啊 现在输回来了吗 好一点了好一点了 好一点了 等一下我 我打个电话叫我家人来接 我就可以了 哎真是麻烦你们了 你家 哎呦那个村里的 我家大旺村那边 我送你回去吧 等你跟我讲讲他怎么撩你 想要你做他女朋友 在这里吃饭 他这个人渣 我还不能说送你回去 我送 哎呦 你送啊 我想让他告诉我他怎么叫他做女朋友 你们太热情了 哎呦 在我我家吃个便法灯上 我女儿还送你回家好吧 嗯 你扶一下 我都没心情了 你扶一下 哎呀 哎呀这种男朋友真的是 要不小心小心啊 早知道今天不穿这个鞋出来了 哎呀 太死了 喂金华 哎鞋我帮你带过来了 哎呦真是好多谢你啊 不客气不客气 哎呦 把鞋换掉 哎呀家里还是 得有个男人才行啊 是啊 家里没男人麻烦很多了 对啊 像家里也不会采摩托车 你会采的话 我还可以借给你采 哎呀我不会采啊 学也 哎呀没人教是吧 老公用 放好了没有 没空 哎呦 哎呦 什么鞋 你刚才我看见你拿鞋放他那里什么意思 哎呦 这么漂亮啊 你给他买鞋啊 不是哦 帮他拿个带来的 没有没有 还买绿鞋啊 哎呦 是他自己的啊 我也要上街啊 他这个鞋放在大家门口 我刚才下面帮他拿过来 我说了 我上街就好了 他你上街啊 你没戴安全帽啊 小青 我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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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去啊 我要有急事 急事啊 对啊 急事啊 有什么急事啊 我也有急事啊 哎呦 有些事是不能说的啊 是吧 不好的意思说了 哎呦 我们之间的秘密 怎么能跟你说 秘密啊 我看你什么秘 你不去吧 我赶着上街 老牛啊 平时我对你那么好的 你拉一下我都不拉 那今天我答应他了 是不是 答应你不能这样啊 你等公交车吧 是啊 你坐公交车才两块钱 有什么急事对啊 等下我还得加油呢 公交车我不坐 坐到屁股痛 坐那里自己买小车吧 真的拉不了了 只能拉一个了 因为现在做前面 哎呀快点 不能这样咯 说前面哪里做得了 还要戴头盔 每人只要有一个头盔 是不是 那你坐公交车吧 小青姐在拉你了 我等了一框 他等不到了 不好意思 哎小青去哪里 去什么鬼 坐一下先来 我想上街啊 叫那个老牛搭一下不搭 为什么不搭 他去搭那个金花啦 是吧 他还给金花 买了一双绿鞋 不是吧 有这不是 还走那个小路啊 你都没看见 你亲眼看到咯 肯定亲眼看到咯 那老牛啊 平时他老婆 自己老婆都不搭 他搭金花 搭金花 搭金花 而且老牛搭着 还这样 一双一双 还这样 哎呦 哎呦 我气皮够搭着起来了 那肯定有问题 他什么亲爱的 他说这张鞋好漂亮哦 是不是啊 绿鞋哦 他说带个 什么绿色的鞋 又带个绿帽 那个安全帽也是绿的 对啊 我是上街他也不给我上 叫我挡公交 哎呦 他又说 还有什么秘密啊 还办什么事 不是吧 说不定办那种事 搞男女那种事 不是吧 是不是去宾馆 哦 对啊 你想想的应该是 哎呀哎呀 不想八卦 等一下 去去告诉那个 老牛老婆去啊 你去我不去哦 告诉金花老公啊 那 告诉金花老公嘛 老牛老婆都不管是 这样啊 那个金花老公松啊 到时看看他们 谁 发生什么事 哈哈哈 哎呦 哈哈 下雨啊 哎呦 我这个可悔 哦 下雨先来我家先 吃饭先回 再回去啊 避一下雨嘛 不用了吧 哎呀哎呦 科技什么我们都什么关系嘛 来来来来 老公你没在家啊 妈啥 好好好 哎呀 哎呀 今天啊我也进去吧 哎呀我们有事啊 你们有事啊 想两次 那那我先走了啊 哎呦 才是空啊 啊 金花老公回来没有啊 金花老公回来 他进去啊 那是他老公吗 不会是他老公 是他 刚才金花扯他进去了啊 哎呦 这种事啊 看他老牛啊 是啊 我就说有问题 早上我叫老牛拉我上街 他不拉 拉金花 还给他换绿鞋 戴绿帽啊 那金花给他老公戴绿帽了 那真的是有一堆呀 那你刚才有一堆呀 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你们都在我家门口干嘛呢 哎呀 在这里奉献啊 少家奉献啊 聊一聊啊 怎么都在我家门口 进来吃个饭去吧 不用了 啊 你老婆给绿帽你戴咯 什么给绿帽我戴啊 跟老牛在里面啊 跟老牛在里面看 是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早上我上街的时候 看见老牛 给他买了一双绿鞋 哎呀 老牛搭他去上街 还这样老老抱抱的 大路不走走小路 刚才我也是看到他 你老婆这样子拉他进去的 快点快点 哎呀不说的 我走了 我也不说了 不会有这种事情吧 哎 等一下我家在这边 我家在这边 下雨啊 哎呀你来 冰下雨先吧 是是 哎呦 等一下我们大飞回来 我们再去搞那个饭子 你跟他你们两杯哦 哎呦 本来我都不想 不想让你们那么麻烦呢 哎呦 哎呦 你也那么客气了 进来吧 哎呦这科技什么 都是你跟他那么好的兄弟是吧 哎呦 那个车费我也给你先吧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哎呀没有你老牛啊 哎呀 老婆回来了 哎呦你终于回来了 哎呀 你老婆说给车费 我说不用了 哎呀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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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拿着老牛啊是这样的 没有你到我老婆去的话 怎么能看得到我 岳父岳母他现在伤病我也忙照顾不到 是吧 刚刚好我们赶得急啊 那个幽卫林也刚刚到把他抬上桌 不然的话真的出大问题了 是啊那就麻烦你了 多谢你了 哎呀多谢你了 哎呀多谢你恩人啊 哎呀等一下我们捡两杯再回去 哎呀刚才啊在门口啊 听到他们说那些风言风语 哎呀 谁啊 他们都是嫌弃我们过得好 小青他们是不是 小青还有山叔公啊 哎呦 要说你拉拉扯扯老牛 要说老牛拉你走小路不走大路 这赶时间啊 这赶时间啊 你不走小路你赶得急吗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 我知道你老牛的为人 也知道我老婆的为人 不会那样的 他们就眼着我们过得好 是啊 就巴不得我们过得很落魄 巴不得我们虫光蛋 因为昨几年你们做到鞋了嘛 又买小车又盖房子了 人家眼红是很正常的跟你说 那不是 而且这些人只看表面 对对对 真的是 很喜欢八卦的嘛 不管他们了 哎呀吃饭 先去吃饭吧 好吧 先去不要了 拿着拿着拿着 太感谢你了 拿着拿着拿着 拿着拿着拿着 去吧去吧去吧 喂金瓜小孩现在怎么情况呢 哎呦就是有点老毛病了 发烧是不是 对啊 快点快点 哦 大家安全冒险了 真的是 一个女人在家就是麻烦了 哎呀 像你还好有你老牛在家 哈哈哈哈 没事 哎老娘老娘 干嘛 让你上街呗 人家金瓜小孩感冒了 发烧了 急着要去去街上的 人家人家人家有老公去 你带人家去干嘛 他老公也出差了 我老公出差了 你看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要东西我借东西给你 要钱借钱给你 现在叫你拉一下 你都不拉了 你这哪里能坐得下现在 那你坐车头呗 坐头的开不了啊 不可能坐这里的 坐这里我怎么开 对啊 是不是 就两个安全帽 是啊 还要戴安全帽的哦 不戴安全帽 等下交警看就抓的哦 哎呀 怎么这样子啊 哎呀 杀事先吧好不好 怎么杀事杀事 就这次啊 这也是拉不了了 你不要为难我好不好 太为难我们了 你看 人家小孩又不舒服 哎呀我小孩又不舒服 你点一下嘛 是不是 哎呀你都是这样 我跟你说了 人家小孩又不舒服 我挡了半年都挡不到车了 真的不好意思 哎呀挡半年车挡不到我不去了 哎 小心干嘛 跟你说过去了 干嘛 不要说 刚刚我在那里挡摩托车的时候 看见那个老牛啊 拉那个大贵的老婆 还抱那个儿子 哎呀他们两个老老抱抱的 还老老抱抱的啊 对呀 那个小孩又说 哎呀宝宝别哭 宝宝别哭 你们这两个八婆在这里聊什么啊 是啊 哎呀那个老牛开车这样 哎呦哎呦 哎呦 干嘛小青你干嘛 什么什么 干嘛为首啊 哎呀那是老牛 拉大贵的那个老婆 哦 说上街 哎呀 刚才我在冰果盲口里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看到了 他们两个在那里挡那个小孩 哦对呀 我也看一下哎呀 那个小孩 真的有点像老牛叫吊毛 哎呀 是老牛啊 我故意是老牛的 哎呦不会是老牛 那个是这样子吧 哎呦 说不准的 那个妹妹 你妹妹那个老公不在这 说不准的 经常我在家经常出差的 哎呀不跟你们吊成好了 我走了我走了 哎呀再说一下 哎呀你是不是他们有一腿啊 难怪我看他们大路不走走到小路 哎呀大路不走走小路 肯定有问题 美女不爱爱少父啊 那个老牛啊 真是有一腿啊 肯定有啊 哎呀 嗯 想到他们是这样子的 是啊 我也想不到 哎呦 你知道那个大妃对他老婆那么好 他出国呀 那个金花 我都不想说了 这种女人 我以后都不想跟他玩 看见他我都不想叫了 哎呀 哎呀 我家也回不了了 我要回家煮饭了 哎呀 我看大妃是那么好的兄弟 小婷他们也看到了 要不要告诉大妃 哎呀跟他说一下 不行吧 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哎呀 这老婆啊 不知道去哪里了 半天不回来 哎大妃 哎干嘛 怎么在这里坐啊 你出差那么久没回来 你怎么在这里坐啊 是啊 是啊我刚出差回来 我看见我老婆去哪里没有 哎呀 说来话长 你老婆啊 跟那个老牛 坐摩托车上街了 还搂搂抱抱 像一对狗男女一样 哪里有这回事 那个大路还不走 非要走小路啊 哎呦是啊 有一腿啊 不可能的 我老婆这么爱我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啊 哎呀 你人心难猜测啊 前多时间我孩子感冒我 打电话叫老牛帮我车去 看下病而已 这是不可能是啊 哪里有这回事 哎呀 应该是咬的 你不看 开招老牛会见 碰 碰 碰 是啊 那里都那么多废话 像这条狗样 狗娘男女 走了都不相信就算了 说不给她 信不信咬她 等一下 我老婆这么正直的人 怎么会这样啊 她对我那么好 嘿嘿 哎三十分 回来了 是啊 出差了半个月了 怎么了 哎呀 你发现你老婆有什么 异常没有 有什么异常啊 哎呀 今天 在宾馆门口 我看见他们 两个 一起把那个手摸到小孩的那里面 谁啊 在那个脸上 就是那个老牛啊 老牛 哎呀 哎呀我现在我真的是怀疑 哎呀 那个小孩是不是你的 不会有 哎呀 我不是十几年的兄弟 我都不告诉你 我不讲做这个仇淘 你知道吗 哎呀 那小听他们刚才 已经说看到了 真的有这样回事啊 很爱外的那种 哎呀 其实到小孩好像到大人一样 嘿嘿嘿 我不是十几年的兄弟 我都不告诉你 我跟你说 我怕你一直绿下去 这个金瓜怎么这样啊 哎呀 你家里就想说种说情 我都不想在你家吃饭了 我走了 本来讲在你都生一顿了 哎呀我走了 我咋不管你了 不可能的吧 哎呀 我出去半个月而已 怎么这么多风雨风雨啊 一春年都说 估计无风不急浪啊 肯定有问题 等下他回来 一定要自问他 什么事 哎 老公你回来了 哎回来了 干嘛呀 干嘛啦干嘛啦 自己做什么事 不知道吗 嘿老妞 那我老婆去哪里啊 带你小孩去医院啊 对啊 去医院去医院 人家要去副检了 所以这几天老是来回的吧 你你你是不是更年期到啦 什么更年期到啦 一回来发那么大火干嘛 我回来的路上啊 刚才一村人都到我家门口 跟我说啦 说什么 说什么 你是不是到我老婆 走小路不走大路 那小孩 发高手不走小路 趕得急吗 要去吊针吗 对啊 还有是不是跟我老婆有一腿 老老包包的 哪里老老包包你怎么说 哎呀 是啊 你怎么这样说话了 你现在 那个山叔公跟我说啦 什么字都问我说啦 还有那小青 三妹 他们都说 老老包包 又冲我老婆 走小路不走大路 大飞啊 我拉 你每次出家的时候 我带你小孩有问题 都是我拉出去的 我问过你一分钱吗 你还说这种话 对得起你叫良心吗 你怎么听别人的风言风语 你都不信我的 一个人说就算了 现在全村都全面了 你要我怎么做嘛 我的脸面哪里搁啊 反正我深圳不派饮食钱 我跟你说 深圳不派饮食钱 你怎么这样子 我才出去半个月 你就搞成这样子 我一个人带小孩也辛苦啊 你哎呀 你就出个差 这老牛来帮忙 你还这样子 搞得猛成风雨 老牛也是 要不要来我家这里了 再来我家这里 搭一顿 你别做怪呆 现在你做样子快 我跟你绝交 绝交 要不要来到我这里 赶紧走 滚 兄弟没得错了 我想跟你做兄弟啊 别啊 你要表示没事 不要跑我 我再来 你要你老婆也不要叫我再拉去了 我的 不要从我家这里经过 不经过就不经过 好细腻的喉包 误会啦 误什么会 还有你 你给我戴了这么大的绿帽子 要我怎么 别在门口说啦 一说等下人家听到更加像话 进去你再说 像话 如果今晚不解释清楚的话 从都不给你上 今晚先嘛 你老是这样子先进去嘛 哎呀 什么事 孩子都很酷啊 开门 喂 什么事 越解释越就是掩饰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我跟你结婚那么多年 小孩子都有了 我这个为人你还不懂吗 懂什么懂 为什么人家唱的满城风雨了 都跑到我家里来说了 你相信外人也不相信自己人 你哎呀 还有我看这小孩一点都不像我 哪里像我啦 我怀胎十个月生出来你说不像你 那我再说再多有什么用 越解释越就是掩饰 赶紧管管 小孩我也不要了 干什么事 我去广东打工了啊 照顾好儿子 老婆你不去行不行啊 不去我们这个家 你光靠那两头猪怎么养得起 大不了我白天去拉客晚上我也去 哎呀这样子孩子也顾不过来 我自己在家又奶粉钱又不够 你拉客也拉不到啊 现在人家家家都买小车了 我们要为这个儿子着想啊 别哭别哭啊 哎呀 可是他才两三个月 我又不怎么会带怎么办 哎呀你男人你在家可以顾得多一点 你慢慢带上手就可以了 而且你在家带他你又可以做一点活 我在家全程带他我又做不了活 又挣不了几个钱 不是我连料步都不会换呢 哎呀学吧我都教过你了 在家视频我也我也我也录出来给你 到时候你学着视频那你做就可以了 我就我去了啊照顾好 哎呀我要听话啊 哎呀不是生活走的老婆要不我去吧 哎呀你在家照顾好这个家呀 上有老下有小的 保重啊 一路顺发啊 多舍不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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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小青 青蛙你去哪里啊 哎呀我去广东打工你去吗 我们一起去吧 我不去啊 哎呀为什么不去啊 哎呀为什么不去啊 哎呀你那个儿子怎么办那么些啊 不行 我让大飞在家好好照顾他就行 哎呀那么 其实我也舍不得 那么可怜啊 一个大男人在家又当爹又当妈的 哎呀你去了每一个女人在家 哎呀 没办法啊我工资比他高啊 他去做那个拉客都比不上我一天 他做十天都比不上我一天 把孩子养大了以后慢慢出去走 哎呀都说人家不能输在起步上 那我要起步给我儿子要比别人好啊 那你不懂怎么讲你了 你去你就去吧 不妨啊你了 那你去了啊 小心一点啊 好吧 嘿嘿嘿 嘿嘿 谁啊 小青啊 哎呀小青啊 这么有空啊 好久不见 大白要长健壮了 哎呀 哪里在家看孩子都瘦了 哎呀又要帅了一点的 哎呀 是我心目中的男神啊 这段时间在家看小孩 不出去拉客 可能白了一点的 你老婆去广东了啊 是啊 你看你在家 要当爹要当妈的 模范丈夫啊 如果我的丈夫像你这样 我就好了 我这段时间啊 那个尿不吃都不懂得换 还有那个奶粉都不懂得冲 哎呀这个啊 这个我会啊 你会啊 我肯定会啊 你会啊 对啊 如果你不嫌弃 我有过我天天买你家 这样不好吧 哎呀没事的 帮你带孩子的 要没有什么 哎呀又拿死了 哎呀 我的看 哎呀你倒进去吧 哎呀 我又先回去咯 哎呀都是多谢你了 小心啊 哎呀 哎呀没有你的换 我的尺尿布都不懂换 哎呀我又经常来 天天来敲门 敲门久了怕那个连续看见不好 能不能给个钥匙我啊 也是啊 对啊 那多亏了你帮忙啊啊 啊来 这个是我家钥匙 这个是这里 这个是里面是吗 是啊 以后过来的话 都不用不用敲门了 直接开门进去 哦对啊 好吧 展开大门等我啊 啊 嘿嘿嘿 那谢谢你了啊 不客气 哎 不客气 干嘛 你来这里干嘛 小燕 没有什么来玩一下 来玩一下 经常来玩一下是吗 对啊 我闺蜜家 闺蜜去广团 不是我邻居家啊 有空他过来帮看这孩子 没什么 我知道了他经常来的啊 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啊好好 那我也带孩子回去睡觉了啊 啊 这个小秦跟大飞 肯定有一腿 我刚刚还看到他们摸手 这样摸手 哎呦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哎呦 这个大飞也真是的 趁老婆去广东就乱来 啊小秦也是 还这样 哎呦 哎呦 我看来 我要不要告诉金花 哎呦 哎呦 这是金花吗 哎呦 这不是小叶吗 哎呦不一样 我去了半年广东 哎呦 哎高跟鞋还穿起来了 哎呦 皮肤又白了这么多 哎呦 夸张了夸张了 不是去打工吗 打工肯定赚了一点点 也带上我呢 哎呦 那时候叫你也不去 我叫那个 哎呦放心不是孩子吗 哎呦 孩子 哎呦 你知道吗 你不在家里这半年 你知道你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没有啊 那个大飞每天都给我抱背 说那个孩子很乖啊 抱背是抱背 那他不知道的 他没跟你抱背啊 没有什么不知道啊 他是什么话都跟我说的 你不知道我上次亲眼看到的 不是我扯是非 那个啊 小心啊 天天去你家 你知道吗 那你以为准时到 上次我还看到 大飞还把你扎钥匙给他了 不会吧 还摸手 在门口亲眼看到的 你以为啊 我家大飞不是这种人 你以为你相信他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啊 哎呦 那小青蛙好闺蜜 他也不会的 好闺蜜 你没看电视上演了那么多 闺蜜跟那个那个 哎呦不用说那么清楚了 哎呦 闺蜜都说好闺蜜 哎呦你信不信不信就好 反正我亲眼看到的我跟你说 我看是邻居跟你说一下 哎呦我要回去了 懒得跟你扯了 回去看一下吧 我还要回去看小孩 真是的 这个婆娘说的也不知道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是看一下 来来来 小乖乖 喝水 乖乖 哎呦 嘿嘿啊 乖嘿嘿 好乖啊 今天 嘿呦 再来一口 我吹一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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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哎呦 小孩怎么这么去广东里 怎么带这个小青回来了 鬼我还把你当闺蜜 难怪人家说 防火防盗防闺蜜 真的没错啊 这句话 你怎么有空回来了 哎呦 都怪你老公 说什么我有空 五一方叫不回来 看看儿子啊 哎呦 都怪你老公什么都不懂 哎呦 你看换尿布也不懂 冲奶粉也不懂 一下冲的吸 一下冲的浓 这个小孩喝到的噎倒了 我老公天天给我报备 他把孩子照顾的好 你这样子说话 我怎么信啊 说话一套一套的 学编程一样 哎呦 不是我说你老公 小孩拉死的 就擦不干净的那种 哎呦 怎么行啊 那你天天跟我通电话 你又说 你什么都会 那我不是报喜不报妖吗 你明知道我不怎么会 平常时我都是叫小青过来帮忙的 这个臭女人怎么跟个狐狸精一样啊 天天来我家 小燕还说你 还说你给钥匙她是吧 是啊 那方便她过来帮我教的吗 你看钥匙都给她 你把我这个还当不当这个她儿子的母亲啊 那你这个狐狸精真的是我把你当鬼魅 看走眼啊 我看看孩子可怜的犯伤 我才天天过来的 哎呦 你以为我想过来吗 哎呦 小青 他说我狐狸精 我经过回来了 老娘 哎呦 回来了正好了 正好什么正好 你也不看看你老婆 天天往我家跑 我家的钥匙都拿上了 老婆都管不好 还跑去我家 喂 你说过要注意一点哦 注意什么注意 我跟你说 那小燕都跟我说清楚了 我跟你说 小青是我叫过来帮大飞 帮的 我跟你说 哎呦 小生的行不行 对啊 我们的小孩子都去小孩小学了 他有空就过来帮忙了 对啊 我太小孩有经验了 我老公才叫我来了 因为我不来了 我刚才中立份上来过来帮忙了 你以为啊 那为什么人家街坊邻居都这样子说 人家说是人家的事 是不是 我们深圳不怕影子鞋 对啊 是啊 真心不怕红炉火 这段时间不是小心照顾小孩的话 我啊 连那个尿布师都不懂的话 那小孩天天 骂骂骂的叫 哎呀 你以为我容易啊 是啊 我们就看在兄弟的份上 还有我老婆说跟你是闺蜜 才叫她过来帮忙的 像你们家公家婆都帮不了忙 是不是 是啊 你还要不要老公听人家的那些话 哎呀 是我听风是风听雨 是雨 是我不对 哎呀 你看人家 小心了老公老牛都过来了 对啊 那你还不相信我们吗 还有上次大半夜了 叫我跟他去医院 要不然这些小孩 还是我开车的哦 你以为啊 这些事情怎么都不跟我说啊 要 你看在外面也不容易 我都是报喜不报妖啊 我怕你担心啊 是吧 既然这都是误会一场 是我错怪你们啊 肯定啦 作为街坊邻居 该帮忙你就帮忙 是怎样的 这个燕窝你拿回去吧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不客气 哎呀这是一堆一尸 哎呀这是一堆一尸 他就鬼灭了是不是 拿吧拿吧拿吧 拿吧拿 拿吧 不用了 这段时间 哎呀老公他给你就要嘛 对啊 有空我等下你去我家 哎呀 直接去酒楼请他们吃一顿嘛 反正我去 也不客气啊 赚一点钱了 赚一点钱了 那你就在家安心看好老公 带啊小孩 哎呀没办法了 他还是安心的去广工打工 我们过来帮忙就可以了 你也是他好闺蜜 我跟他又是好兄弟 是不是 今天他有什么事 我都过来帮忙的 三更半夜的刚才说 感冒发烧啊 有突发情况 我又是我开车过去的 这样吧 你也不说了 哎呀等下我杀个鸡 在我家吃饭 对对对 也可以啊 来来来 慢点慢点慢点 那我去杀鸡 胖胖的挺可爱的你看 你先把它放开 来来来注意 那我先回去了不 等一下再过来好不好 等一下再过来好不好 等一下你们过来 我先回去 回去反正就先喂了嘛 是吧 注意啊 就喂嘛再过来啊 好